你们不是和允星松打起来了吗 怎么会来的这么快 允星松那帮蝼蚁而已 已经被我们灭了 是指三位长老干的 这实力也太悬殊了 大少爷不必和他们多言 尽快抢夺五根燕 才是首要任务 没错 有了五根燕 我等就能迅速恢复到洗水境了 好 金虎宗弟子 给我杀 毕桃阁弟子 随我迎战 拦住他们 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没有 取鹽鱼首席 换取小医 叶鱼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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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三人为了进入异境 已经降级 现在只要出现一个洗水境 就可以拥有压倒性的胜利了 梁不凡 隐居心 石精一 你们谁能用五根燕 马上进击洗水境 我们现在只有二十株 根本不够进击用 我体质特殊 倒是可以尝试突破 好 众毕桃阁弟子替令 掩护石精一 冲击洗水境 是 大家坚持住 只要石世界突破成功 我们就要硬定了 大家拼此也要坚持住 他们聚在一起 想干嘛 五根燕 同样 不好 他们是想让那个女的 突破洗水境 突破洗水境 一旦他们突破成功 我们就完蛋了 还请三位长老 速速截杀此语 竟敢当着我们的灭头破 找 死 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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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双齿 想杀施敬一 先过我这一关 混账 我先杀了你 送宰送去 扰拖延 三不大手印 小子 你今天是在劫难逃 谁死在你一定的 双齿 双手你怎么忘了我嘴里跳啊 这下你死定 就这点能耐 既然你一心求死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我手指 我等都是半步洗髓境 你一个区区运离的宁静 拿什么当我们 当然是有命当 这小子疯了 我再 休想伤害十年医 是个 这个女人到底是她什么人 至于这么拼命吗 岳兄 再坚持一下 十世纪马上就要突破了 我说了 我在 谁也动不了她 不要和她废话了 趁现在灭了她 是 对不起啊 等不住 我 太好了 时日解成功了 完了 他炼成洗碎劲了 你们全部都得死 这下可糟了 赶紧跑 他已经炼成了洗碎劲 我们三个夹起来 都不是对手 想走 晚了 即使如此 那就拼个鱼死往破吧 大人饶命啊 千万不要杀我们啊 大人饶命啊 我 我等愿意归降 只求饶一命 我知道很多天我中的秘密 这只要放在我 我全都告诉你 我只要你们死 我只要你们死 快点快点 往哪儿走 往哪儿走 走 大少爷爷死了 大家不会逃啊 所有碧桃和弟子给我上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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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因此不要做 小动 打死你们这些鬼有二组 杀 杀 叶宇 叶宇 你为什么要这么杀 因为我 我说过 要保护你 好 叶宇 叶宇 你还好吗 叶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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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样了 快点 叶 叶宇 叶宇啊 叶宇啊 你说我走就走 我连子人都没给你带呀 叶宇啊 我们好歹兄弟一场 臭小子打得这么重 你走了 路上也没个伴儿啊 天火都掌握了一场 正好击中了叶宇的心脉 这下恐怕是神仙也难救了 哎 吃我 要不是叶宇出手相叫 我们今天就要死在这里 哎 要不是叶宇 我们都完了 叶宇 终青终叶 我们所有人都欠他一套命 不 她不会死的 不会死的 世界 临死前 我只想你亲吻一下 可以吗 可以 你说什么都可以 叶宇 叶宇啊 之前你勇丑温馨风 面对圣苔惊都怕的羞音轩泪 你的毫发无伤 叶宇 对不起 叶宇啊 怎么这次 几个半步携碎劲的强者 就把你给打死了啊 哎 不对 叶宇 你别装了 我知道你装死 你知道 我 我也是刚刚才想到的 我看气氛那么沉重 就开个玩笑而已 大家别介意啊 看凭我们感情 招打 喂喂喂 有话好好说啊 别动手啊 都让开 让我往动 救命啊 蜜金内怎么突然产生这么大搏动 这般动静 蜜金内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我还是不放心叶宇来带队 这家伙办事毛手毛脚 此刻蜜金内又危机重重 真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 直到如今 我们也只能祈祷 他们平安无事了 痛死我了 你们这群万恩负义的家伙 行了 别装了 我们又没下重手 石剑翼 你看他们都欺负我 哼 活该 谁让你装死 叶宇 吴根燕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 我们早点走吧 不急 我还发现洞里还有这个 这 这 枫叶草 这是我第一次到这个洞里的时候发现的 当时太匆忙 忘了告诉你们了 原来如此 凤燕草是疗伤圣药 有它在身上怪不得你平安无事了 这么一说 你早就计划好了 那当然了 我怎么会这么白白容易去送死呢 叶兄 梁师兄 我们发现了五根圣燕 五根圣燕 五根圣燕 小坛风月落雪白头有几度尘求 曾许下了梦念一番酒 他过繁华复生不求 修行尽看透 如人心灯烂 别从此无所求 早见浪烟风中 何温下苦为谁留 熬转平双微酒中 此地一别酒入口 少年规矩成仇 处理脚斗 不必开家天见酒 风火浪烟风烧 横到你马正天下 冷天冷眼风中 何温下苦为谁留 熬转平双微酒中 此地一别酒入口 莫忘古人归宝 爱恨清朝 不知己以悲酒 你君看透我 不问世间几多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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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古人归宝 爱恨清朝 不知己以悲酒 你君看透我 不问世间几多糟 我问世间几多糟 这 这么多的无根烟 嘿嘿 这下 可是真的发财了 嗯 发什么呆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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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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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圣燕 真的是五根圣 我得此习俗 比寻常强大数倍 啊 小心 多 多谢 这火焰威力实在是太恐怖了 那怎么办 总不能入了宝山 却空手而归宝 要不我们想个办法 一起拿下它 五根圣燕 乃是凤凰吐息先盘涌出的翅膀 寻常人靠近瞬间 便会化为悲尘 我倒要看看 它是否真的这么厉害 烟雨小心 回来 快回来 危险 啊 烟 烟雨 完了完了 这下烟凶是真的完了 火焰 收 烟雨烫 是怎么可怕 它是个疯子吧 这五根圣燕 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烟雨 烟雨屠兽拿着五根圣燕 那可是处置变化为飞灰的翅膀啊 烟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五根圣燕还挺烫的啊 哦 你们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个表情啊 这个很难拿吗 我就随便拿起来了啊 啊 要不是我铁质特殊 我早就被收成灰了 此乃大机缘 烟雨 你立刻用五根圣燕 为自己洗髓精突破 好 烟雨他们还不出来 秘境之中遍地危机 更何况每次五根圣出现 几宗之间都会残忍厮杀 只希望他们 能多活下来一些人了 希望如此吧 看来我们的缘分还是不够啊 夜秀的运气是真好啊 没有实力匹配 何来的运气 我们也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修为才是 是 施境医再次护法了 其他的人尽快收集五根圣 尝试突破洗髓精 是 走吧走吧走吧 走了走了走了 唉 烟雨的实力 确实比我强 你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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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云 你怎么 这次秘境之行 这 这道光是什么东西 这道光居然改变了秘境中的尝试 跑了 地震了 无根燕竟然也消失了 到底发生什么了 别怪那么多了 逃避要紧啊 大家快离开此地 不要管无根燕了 性命要紧 爷爷怎么办 猜在洞里 施金一也在里面 不行 我们不能对下他们 好 我们去找他们 这是怎么了 我打 小心 洞 洞口 堵住了 洞口 堵 堵住了 小心头顶 施金一已是洗髓精 有他护着夜雨 不会有事的 事到如今 我们也只能先走了 我们快点走吧 这里要塌了 再不等就完了 再不等就完了 好险 好险 啊 糟糕了 多极其危险 诶 施金一 你不会有事吧 哎呀 我吓死了 差点就被埋了 太危险了 这就是啊 就就是啊 就是啊 小奈差点都没了 还是回去吧 蜀光魔太刺眼了 到底是什么 如此强大的气息 难道是洗髓镜 距离那次精光异变 已经过了三天了 你看 太好了 终于出来了 参见两位丰主 此次秘境之行 我们虽有折损 但是允星宗与天火宗 伤亡更惨重 除此之外 此次我们共有九个人 晋级洗髓镜 好 非常好 果然还是你靠谱 此番你当即投工 施敬一 回去后 我们一起讨论修炼心得吧 叶鱼你这个臭小子 一天到晚没个正行 就不能跟梁不凡学学 呃 那个 就是 梁不凡带领弟子 在秘境中厮杀夺宝 对抗敌人时 你在干嘛 梁 梁为丰主 不是这样的 不是那样 那就是说 叶鱼也做了点事 叶鱼你这个臭小子 一天到晚没个正行 就不能跟梁不凡学学 两位丰主 不是这样的 不是那样 那就是说 叶鱼也做了点事 那还不错 有点清传的样子 再怎么样 也没不凡做得多 我看这清传之位 不如给不凡算了 两位丰主 叶鱼做得可多着呢 你们再说下去 梁师兄就要羞愧而逃了 别卖关子 叶鱼在秘境到底做了什么 如实说来 哼 没说了 无非就是一个人 引开了天火宗和允星宗两大军 发现了大量的无根业 祝大家晋升 还挑拨了允星宗和天火宗大战 解天火宗之手 灭掉了允星宗 重要的是 他一人独占天火宗 三大半步洗髓镜强者 为施静怡晋级 争取了时间 可以说没有他 我们都温暖了 叶鱼 你小子干得不错 我早就看好你了 正常发挥而已 小伙子加油了 放心吧 多来几次 你会习惯的 你看 引军星都被业余打习惯了 四胖子 我看你是贫痒了 救命啊 我看我笑的啊 瞧一瞧 看一看了啊 小姐 看看这个 终于走出沙漠了 每天看到都是沙子 差点憋死 诗诗妹 我走遍整个街道 花了一百个零食 买到快能尽心养集的 必幸运 送给你 谢谢你 梁师兄 很配诗诗妹啊 妖虫小记 哇 好大的手笔啊 梁师兄对诗诗姐 可真知情 喂喂喂 你到底在看人家哪里啊 你看 人家都已经在 博诗经一欢心了 你呢 去 就她那撩妹技术 和我比起来就是渣渣 真的假的好 看我的吧 诗经一 我没买任何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里 没有什么能配得上你 没事的 不过传闻凤岩草 燃烧的样子很美 你想看吗 叶宇 你想干啥 凤岩草 可是千金难换的质宝啊 千金难换又如何 凤岩草有价 可真情却无价啊 这就是我送你的情书 叶宇 梁师兄 我看你还是放弃吧 你们俩真的不是一个级别 我之前怎么说来着 你会习惯的 晚上来小树林 我有话问你 小树林 叶宇 叶宇 敬衣 叶宇 叶宇太厉害了 我有一套珍藏的银篇 没画册送给你 你们别过来啊 我不喜欢男的 叶宇 你也别走啊 都走开啊 我真的这么差劲吗 嗯 梁师兄 这是我花了三天三夜 做好的香囊 送 送给你 谢谢 谢谢 别忘了 快走 罢了 随他去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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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甩掉他们了 啊 这就追上来了 啊 啊 啊 风主 你吓死我了 小子 刚才对施金一用的法子 挺好用的 能不能 一套选品战绩 成交 爽快 你需要学这个干什么 快给我说说 我每次去找毕家风主 他都不理我 我该怎么办呢 这 这个四老大 这简单 这样 今天晚上 你就先这样 然后再这样 我愿化作石桥 受五百年风吹 五百年日晒 只求 你从桥上走过 别说了 我 我知道的 嘿嘿 小爷出马 轻松搞定 接下来就祝你们俩百年好合了 坏了 差点忘了施金一还在等我 施金一 施金一 你在哪儿啊 我来了 完了完了 他不会生我的气了吧 好 好美 傻呀 叶宇 邦才的事情 是不是你经常用的手段 不是 我发誓 只对你一人使用过 凤岩草也许珍贵 但是在我眼中 远不及你万分之一 叶宇 三个月的约定 马上就到了 和司徒政天的决战 你一定要小心 放心吧 都已经追到你了 我可舍不得就这么死了 叶宇他们都去了半个月了 不知道收获如何呀 还想说话 有叶宇在 能活着回来都不错了 还好我一听是叶宇领队 马上就放弃了 否则 太可怕了 不敢想 真不知道阁主怎么想的 居然让叶宇那个不靠谱的家伙来领队 小心 是洗水镜的气息 而且 至少有九人 会 会不会是叶宇他们回来了 别人开玩笑了 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突破洗水镜 你快去想想周生 控制长老 来者何人 到底有何目的 有没有搞错 你们就是这样迎接 碧涛阁的功臣的吗 不会吧 这个声音难道是 这好像不是幻灵 真的是他 终于回来了 真是累死了 现在只想好好回去睡一觉 可恶 早知道 我也一起去了 叶宇 这次我一定会为你请公 功劳无所谓 让阁主把我的首席身份撤了就行 在下先行告退 再也不想干 累死了 这小子 别人想当都当不上 你还不乐意当 叶宇 我先回去了 我晚上再去找你 你再论说 我就真的不理你了 生活真的是如此美好啊 叶宇 你是开心了 可是我儿还在那儿受苦呢 呸 你儿子受苦活该 关我屁事 倒是你 找小爷我想干嘛 我只是想来提醒你 三天后 可就是我们的生死战 好快 赶紧叫你的小伙伴们 帮你准备后事吧 三天后我会亲手将你越杀致死 司徒正天居然这么强 不行 我还得进一步增强实力 曹飞宇啊 你死得好惨啊 小头子 我晋级到洗水境了 曹飞宇啊 你死得 你说什么 你已经晋级到洗水境了 那当然 我可是天才 怎么样 还不错吧 花了这么长时间 才晋级洗水境 你得意个屁 臭老头 我可是三个月 就突破洗水境了 还不够快 你快 你二师兄用了两个月 就突破洗水境 而你大师兄 更是只用了一个月 真没想到 那两个不靠谱的家伙 这么厉害 不行 一会儿得找他们 扎取点好处 好了 说说你今天来 是想干嘛 先说好啊 我的纸钱可不够你收 那个 我不是马上要跟司徒正天 生死斗了吧 我想让你老人家 指点我一二 就这个 对啊 你想啊 毕竟我是败在 您老的座下 我输了没什么 但是您的面子 岂不是一起没了 有罪滑舌 怕了 你用尽全力向我攻击坎坎 这 那师父见效了 我双十 我去 我不服 你这老头子一大气小 方才我使用的可是运灵镜之力 何来欺负你一说 用个运灵镜 不可能 我可是洗髓镜了 为什么你能用运灵镜的力量打败我 修行意图 最重要的不是洗髓 圣胎 也不是以后的法相 是 恶到平常 最重要的 其实是运灵 啥意思啊 所谓运灵 运的不只是灵相 更重要的是你的灵魂 原来运灵运的是灵魂啊 可是 我只给你示范一招 你可得看好了 这是什么选择 这老头是不是又拿没用的东西忽悠我 可是这个动作 师父 你 好了 你可以走了 臭老头 只是摆了一套拳法 又不和我讲清楚 算了算了 我还是去问大师兄和二师兄 哎 小师妹真的好美啊 成那身段 成那长相 可惜小师妹已经走了 好想再见到小师妹啊 哎 算了 靠这两个不靠谱的家伙 还不如靠自己呢 灵相 去 修行意图 最重要的不是洗髓 圣胎 造化绝 最重要的 其实是运灵 所谓运灵 运的不只是灵相 更重要的是你的灵魂 生死战时日已到 司徒老贼 别来了 生死战时日已到了 叶宇怎么还没来 怎么才不可能 叶宇他怕了 不敢来了吗 不应该啊 叶宇他那么干烈 要是害怕 当初就不会提出生死战了 怎么才不考虑 师姐 你知不知道叶宇人去哪了 这生死战可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好像去了温新峰 但是温新峰我上不去 也没法提醒他今天生死战 阁主 叶宇他还没来 不知道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再等等吧 叶宇 叶宇就是个懦夫 之前豪言壮语 立生死战 现在却不敢迎战吗 司徒长老 叶宇他一定会来的 只不过他 有可能只是迟到了 对 叶宇绝不是那种 言而无信的人 他一定会来的 在我眼里 叶宇就是个 哗种取宠的小丑 他以为躲着不见 说谁小丑呢 老贼 是叶宇 叶宇终于来了 不好意思 让您失望 司徒政天长老 臭小子 你好大的架子呀 居然让老夫等这么久 小爷不过是先替你 选好了你下棺材的地方 你应该谢小爷才是 既然你已经来了 那么我们也无废话了 马上开打吧 请鸽主成全 既然你二人一一决 生死战开始了 这次生死战 怎么不成二十个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次生死战 在我所创的空间内情形 外面的一些限制 在这个空间里都不受别墅 你们二人放开了手去打吧 多谢阁主成全 老贼 你也太狡猾了吧 都不打声招呼你就动手 打招呼 你以为这是小孩子 给我加强吗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有趣 司徒正天居然到了 洗碎三井 业余充其量 也才一井啊 三井又如何 来吧 老贼 好样的 烟雄 不 并没有 烟雲 结束了 谁说结束了 不然 臭小子皮倒是高厚 这样一脚都没事 再厚 也没你脸皮子厚 你这老东西就这点实力吗 好 来吧 臭小子 你 我的功夫还不错吧 老贼 这混女小子 哼 这小子近身产规心仰太多了 你得换个方式可难吧 万学 从双直 这就是你的绝招吗 老贼 那就陪你玩个痛快 受死吧 难道是那一招吗 玄沙手 司徒正天的绝杀技 有意 业余 去见阎王 这业余也是个盲夫 与人应激司徒正天的绝杀技 你一个洗碎阴静的臭小子 也敢在我面前叫嚣 你小牛啊 果然多厉害 太好了 这也 击败了拥有三尽实力的司徒正天 这才有点清传弟子的样子 这居然都没挂 你的皮还挺厚的呀 不过 你是黄鼠狼吗 这些黑色的气是逃跑用的吗 好像有点不对劲 这 这什么玩意儿 混账小鬼 啥情况 这货怎么变得这么吓人 血迹斜蝶 这次决战 你觉得是司徒正天营 还是叶宇啊 我觉得叶宇吧 毕竟 天子都放阴起来了 兄弟 你怎么了 喂 他怎么了 不知道啊 忽然就倒地了 去叫其他兄弟来帮忙 喂 你怎么也 回来了吗 邪宇 这是邪术 邪宇快退 叶宇 邪宇 邪宇 邪术威力巨大 你快走 他使用邪术 你现在走不丢人 阁主 司徒正天 难敢修习邪术 简直该死 司徒正天 是用邪术 已经违反了 比斗规则 请阁主 快出手 诛杀此聊啊 言不及 阁主 可是 是 别急 叶鱼 给我受死吧 你看 叶鱼好像还有后手 龙相 龙 超级 黑 历 历 历 哈哈哈哈 叶羽 这是我给她的开山拳哪 这才几天 她居然就学会了 可是看起来 和你的开山拳 越有一些不一样 开山拳 这怎么可能 我的修为 你的修为还在的 我只是打散了你的邪功 阁主 生死战已经结束 不用再继续了 为什么 在这里算怎么回事 说得好 这明明是叶羽挑起生死战 借此磨炼自己 赢了一种大方 叶兄 你真无耻啊 生死战到此结束 叶羽获胜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你只有这样的天才 怎么配上十几一啊 我赢了 叶羽 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害羞了 不害羞 你 你又装受伤 小诗诗 别生气啊 我居然会输给这一伙 司徒 你擅自修习尽数 虽被业余打散邪功 但危寒人在 早些聊上去吧 邪恶处 至于夜雨 怎么回事 低着了吗 有情况 这是 有人趁我们不在 对毕桃阁发起了进攻 如此凶狠强劲地说的 此人到底是谁 原来你们这的人 不是所得无愧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杀害了 我毕桃阁弟子 你就是现任的阁主 看起来也不过如此 好久没回来 真是令人怀念 传闻阁主 也紧到连空 而这个人却能踏空而行 难道他比阁主更强大 该问阁下是谁 为何擅闯我毕桃阁 此地也配用毕桃阁命名 这个家伙也太狂妄了 居然看不起毕桃阁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你们认为的毕桃阁 只不过是问心凤 养在外面 看家护院的一条狗 话 混账 竟敢侮辱我师们 狂妄 今日就让你知道 我毕桃阁的厉害 快回来 你们不是对手 女士们 只不认为一本东西 也敢在我们一起 香港 我毕桃阁 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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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虂妄